隨著Omicron的威力減弱 加州各個地方都繼續放寬了口罩的規則 但這並不意味著口罩會在公共空間中突然消失 很多衛生官員都表示 即使不再強制要求 但在室內佩戴口罩仍然有積極意義 因為可以提供強大的保護 疫苗的個人將能夠在洛杉磯員公共室內場所解除配戴口罩的要求 新規將在週五凌晨生效 根據樂園的新規 在室內公開場所放鬆口罩要求的企業 有兩種選擇 可以只是放寬對顧客配戴口罩的要求 亦可以同時對顧客和員工放寬戴口罩的要求 但選擇後者的企業 員工和顧客都需要出示完全接種疫苗的證明 或最近的新冠檢測情陰性證明先可進入 並且只有在完全接種疫苗的人群中先可以不戴口罩 沒有完全接種疫苗但檢測結果為陰性的人士 仍需要戴上口罩 如果企業選擇只有顧客可以不戴口罩 顧客將受到相同的疫苗或測試驗證要求 但員工則不需要 即使有洛杉磯員的新規定 口罩很可能仍將繼續成為室內公共場所生活的一部分 在一些有限的地方仍強制要求配戴口罩 例如醫療機構 室內小學和兒童保育設施以及公共交通 此外 無論州或地方政府如何放寬口罩政策 企業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規則 官員們仍然強烈建議公眾在室內公共場所繼續戴口罩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公共衛生部的科學家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 口罩在預防冠狀病毒感染方面的確實有效性 這項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發表的研究發言 如果那些不經常戴口罩的人相比 在室內總是戴著口罩的人 不太可能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